内宇很久没这么热闹了 在围观帝国打架的时候 看热评中 有句话说 我们终于还是来到了这一天 这才恍惚觉得有点难过 TFBOYS团粉也看替他们长大的路人 没想到TFBOYS的十年之约竟然要终结 在第九年 先来看看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先是4月2日 突然有网友爆料称 易阳千玺2015年在美国录取线的情况下 被湖南师大副中美西湖中学录取 涉嫌利用明星特权违规操作 此外还称 易阳千玺父亲是老赖 公司存在偷税漏税等行为 无论是利用明星特权拿到学历 还是偷税漏税 罪名一旦成立 立刻就会被打成劣迹一人登上黑名单 永远无法在娱乐圈翻身 看看同桌和翟天林 再看看范冰冰和邓伦 不但娱乐圈再也查无此人 就连生活中想必也已经射死无数次了 可见爆料者精准打击 想知易阳千玺于死地 若是平常的小打小闹也就算了 罪名如此上升 粉丝和工作是不可能放任不理 不过这些事跟王俊凯有什么关系呢 就在关于易阳千玺的爆料发酵之时 话题言必悄悄登上了文娱热搜榜 第一点开一看 原来有人爆料王俊凯被北京电影学院延迟毕业 还挂科四门 爆料中说 这些消息来源于王俊凯的北影同学或学弟学妹 语气言之凿凿 还放出了一些文字截图作为佐证 看到这里 想必不少小伙伴心里多少有些想法 王俊凯和易阳千玺作为同团队友 一方被爆黑料 另一方立刻也登上了热搜 还同为学历方面的话题 要说这中间没点什么 大概率是不可能的 有人猜测是易阳千玺团队背后搞事情为攻关黑料 将网友视线转移给队友 不过更多人觉得是粉丝之间在互搅和水 千玺黑料曝光时 王俊凯粉丝迫不及待出来落井下石 千玺粉丝气不过 财报王俊凯黑料予以反击到底如何 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些黑料有实锤吗 无论是千玺被学校过格录取 偷漏税 还是小凯的颜值毕业 都没有特别剧躁的证据 如果粉丝们为了打击对家而不惜利用这种手段 妄想毁掉一个少年的前途和人生 那就太恶毒了 眼看这件事进入白日化 两家工作室也前后发出声明 不过这声明怎么看都觉得阴阳怪气 先是千玺工作室用一句 如果将极具个人色彩的判断凌驾于事实之上 那永远只能得到同一种假象拉开了战局 随后 小凯工作室的一句出道八年多来 王俊凯先生总是频繁被有意的推进娱乐的中心被抹黑 被造谣被当作他人的公关挡箭牌 整件事件推向最高潮 两家工作室同步下场 似乎在告诉外界 他们这次真的要撕破脸了 尤其小凯工作室那句被当作他人的公关挡箭牌 也被粉丝认为有意所指 而且指代很明显是在说易烊千玺 于是两家粉丝又开始细数八年来装装渐渐 恨不得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 看完千玺和小凯粉丝的澄清和表述 觉得各有各的道理 各有各的委屈 说实在的 粉丝都站在自己偶像的立场上 看到的是各自的委屈 这没有错 但非黑即白地把别人的辛苦和委屈视而不见 也看不到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成名的情谊 很难说他们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 情谊越来越淡 距离越来越远的原因 有没有粉丝之间 长达数年不间断地互相抹黑和讨伐 以及团队之间的利益纠纷和拉扯 再来看看除粉丝之外的一些澄清 湖南师大附中 梅西湖中学相关工作人员九千玺 涉嫌违规操作 接受了记者采访 澄清说 学校当时刚建校一年 在招生方面有一些扶持政策 其实 2015年的千玺还没有那么红 对于学校来说只是很普通的明星而已 只是校方觉得我们需要一些文艺特长方面的学生 刚好学校又有一些自主招生的扶持政策 所以千玺作为文艺特长生被学校录取 这个解释是说得通的 学校还保证说 尽管有一些宽松的招生政策 但流程都符合长沙市教育局的相关政策 学校也经得起查 另外 起查查官微也就千玺偷税 已是做出了说明 该企业成立至今无行政处罚 司法案件 被执行人欠税等风险信息 也就是说 千玺的两项罪名都是无中生有 小凯这边也有毕业照 毕业答辩 毕业大戏合照以及学校官网的相关信息 可以证明他并没有延迟毕业 从头到尾都是一桩闹剧 就这样 粉丝吵吵闹闹闹来到了10月份 昨天还在想说TFBOYS明年是否会合体 今天圈妹就看 王俊凯和易烊千玺两家粉丝下架 从7号到现在还是热火朝天 起因是张义和王俊凯到北大校园 进行电影《万里归徒》录演 在提问问题的环节 王俊凯遇到了几个比较犀利的情况 第一个 有挑战的学生说他和易烊千玺 西路相似 是不是模仿队友 面对这个不是很有好的问题 王俊凯还是很大方的回应了 还笑着说 这位中西的同学问及犀利 他说 选择断桥是因为被剧本感动 他看剧本的时候 唯有跟易烊千玺的少年的 你进行对比 紧接着第二个更犀利的情况就来了 王俊凯粉丝紧跟着站起来发言说 很喜欢王俊凯 他从山城走出来 也激励着我从一个乡村做题家走进北大 随后全场欢呼 显然是这个做题家三个字 勾起了大家的共同回忆 这也是王俊凯粉丝 对之前关于四字犀利问题的回复 其实 不管是中性学弟的提问 还是粉丝发言 都只是说了自己想说的 只是这几个有属性的名词撞在一起 就碰撞出了精彩的火花 易烊千玺与其他两位中西毕业生考编 被质疑特权卡 并带回了小镇做题家 这一问一说 就让看客觉得发言者都有立场 所以前者提问带有火药味 后者也有回击的意思 关于王俊凯和易烊千玺记录相似的问题 自打万里归途上映后就没完没了 易烊千玺一开始的定位就是影视路线 票房成绩在新生代演员中遥遥领先 黄俊凯就是啥都做 但都不突出 并要说相似也能归纳出规律 就是主旋律大片加影帝 加新生代套路小年轻 当二番在高票房电影里刷脸刷入人员 历练演技 少年的你是周冬雨 易烊千玺 段桥是马思纯 王俊凯演后加流量万里 归途又让大火想到了长津湖 挑的事都有争议就容易误会 走的线路一致 实际上 王俊凯和易烊千玺的线路并不相同 市场受欢迎的类型电影和可用的演员也就那么多 撞山是正常 至于为什么王俊凯会被质疑魔法 易烊千玺 也是因为易烊千玺先把电影标签打得更深 而王俊凯还需要多努力 事情到这还没有结束 马上就开始从线下炒到了线上 王俊凯粉丝一直在用小镇做提加考编 吐槽四字 易烊千玺粉丝说 三次泼脏水也不是一次两次 反正非常热闹 全美之前也说过 这三个人本身没有什么矛盾的 从小的友情情分也在 但粉丝之间的关系也一般 因此都会尽量避免公开场合合体 也尽量不提到对方 这次开了这个头 估计下次易烊千玺粉丝也会在某个场合回击的 真是没完没了 全美整个看起来真的很生气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看着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小朋友 一路走来 到今天这个局面可能很多路人 都不明白粉丝到底是抱着什么心态 非要让好朋友变成陌生人甚至是仇人呢 这算什么心理 闲着没事 不如去精神科看看吧 我们对着长大的童星 总有一层滤镜的 无论他们现在几岁 在很多人心中 他们一直都是当年穿着干净的白色衬衫和短裤 笑意盈盈地唱着青春纪念手册的样子 小朋友长大了 退去了青涩 都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大明星了 可是那些曾经的友情 那些可以无所顾忌打打闹闹的岁月 真的就一去不复返了 也许要得到什么 总要失去一些什么吧 我相信在千玺和小凯的心里 他们永远会为当年的时光留一个位置 时不时打开看看 那是非常宝贵的 不能以利益计算的记忆 也希望粉丝们在追星的同时 过好自己的生活 追星的意义是陪着偶像成长 也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 而不是以错误的立场和位置 不惜一切代价伤害别人 取悦